两者纷纷都是在一声赤鹤后停止了嬉闹 前辈,请继续施展攻击 就在气氛凝重之时,萧炎又忽然恭敬地说道 我天寿微微一愣后,再一次散发出雷芒,略向了萧炎 前辈? 狗爷我比他辈分高多了 啊,我就是狗爷,他就是前辈 狗爷当即就不乐意了,瞬间就将他的身份拉到了最低 杀钱捣的,不能区别对的 要么你就叫他小绝,要么你也要叫我前辈 狗爷上算下跳,仿佛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比锤他还要更加难受呢 至于萧炎,懒得理睬狗爷 眼下修炼才是最为重要的 扮上之后,雷芒当中 萧炎浑身都被雷芒抽得满目疮痍 尝试十分严重 但是萧炎脸上却是露出笑容 片刻之后,一股更为强大的气息 便是从萧炎身上扩散开来 四夜,八星斗神巅峰 萧炎猛地睁开了双眼 此刻,身上的神秘力量其实还未散去 仍旧还在逐渐提升 只不过,速度完全减缓了下来 萧炎尝出一口气,立刻动用元气底韵 身上触目惊心的伤势 并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速痊愈 随着萧炎实力的提升 特别是突破到了八星斗神之后 双重星辰海的强大支出 随着萧炎元气底韵的提升 也开始真正展现出了其强大支出 比如现在 萧炎看似拥有四夜的元气底韵 实则上 在双重星辰海的加持下 萧炎真正能够爆发出来的元气底韵 乃是翻倍 八亿之多 这个元气底韵 就已经比肩寻常九星斗神中期的强者 当然 这也并非是萧炎的全部极限 实觉妖炎 会随着萧炎实力的提升 对萧炎所加持的元气底韵 也是会随着实力而水涨船高 在实觉妖炎的加持之下 萧炎真正能够爆发出来的元气底韵 突破十亿 如今应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十亿 这个数字放在之前 乃是萧炎根本无法想象的庞大数目 不知不觉当中 自己的实力 似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 随着本尊实力的提升 虽然一时间 还是无法达到不朽之计 但是萧炎还有分身 有元神分身和弑魂分身 若是两具分身加持之下 那么本尊实力的暴涨 宿命之数能够维持的时间 也会倍增 恐怕和阻斥 仍旧有不小的差距 萧炎苦笑 虽然实力提升已经非常快速 但似乎他需要应对的敌人 依旧比他现在要强上太多 不过 差距想来也是缩小了一些 不管如何 突破九星也再忘了 随即 萧炎露出了一抹微笑 虽然敌人很强 但现在的他 更加需要懂得知足 这一次的修炼 再度警戒了萧炎 在修炼上 还是不能太过急功近利 好在这一次 得到了摩天兽的帮助 否则 萧炎元气海一旦 躁动到无法控制 那么功亏一篑 让萧炎跌落数个境界 都极有可能 萧炎睁开了眼睛 率先看向了摩天兽 抱拳拱手 多谢先辈 狗眼闻言 当即整个脑袋都写满了问号 杀千刀的 人一二字 你懂不懂啊 他就放了两个雷霆屁 狗眼我尽心尽力 为你干闹徒弟 最后还要被你欺负 被你揍 他 什么也没做 怎么就成你前辈了 我不干 我不干 狗眼差点就没哭出声了 萧炎看着耍声脾气的狗眼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以我这层关系 自然更亲密一些 前辈 对他只是基本礼貌 萧炎缓缓说道 狗眼闻言 古怪地看了萧炎一眼 真的 狗眼有些狐疑 当然 我可将你视作伙伴 萧炎笑道 狗眼闻言 顿时嘴角一翘 听见没 菊花怪 你懂什么叫伙伴吗 狗眼仿佛得到了萧炎的认可 差点把屁股都撅上了天 狗眼 可寻到离开这里的方法了 萧炎转念又道 狗眼已是陷入了萧炎话语的温柔乡 立刻点了点头 需要破解三十三届的世界大阵 放心 我乃是尊上的伙伴 举其这等小行政法 狗眼我就还真没放在眼里 狗眼哼哼道 萧炎笑了笑 看得出来 如今把狗眼拿捏得死死的 只需要关键时候的一句话 萧炎就可以让狗眼赴汤蹈火 多谢相助 之前我所言依旧 若前辈想要离开 我有办法 萧炎看向了摩天兽 在仔细打量摩天兽的时候 似乎萧炎也明白了 为何他会有小菊这个古怪的外号 整个脸庞仿佛被人揍了一圈 头颅都似凹陷了下去 看起来的确有几分相似 摩天兽闻炎则是摇了摇头 怎么 你不想离去吗 萧炎不仅问道 那都不是 要离开三十三界那都不难 只不过 离开三十三界后 我又能去哪里呢 没有归宿 也没有地方容纳我 不妨消失在更果岁月里 也是一件美灾之事 摩天兽对死亡 似乎非常淡然 前辈 若是可以 但求前辈相助神兽 虽然我不知道 这片世界为何会沦落于此 但我不希望有一天 属于我的世界 也变成这般生灵涂炭 我虽不是神兽之子 往后有一日 若是神兽撑过大战 我可承诺 让你成为神兽之子 萧炎看着摩天兽说道 虽然不知道 摩天兽具体是什么实力般的存在 但是光瓶散发出来的压迫力 至少感觉上 也是绝对强大的存在 按照战老所言 能够将其收入 此生虚灵塔当中的 第十二层灵虚内 能够拉拢这些强大的存在 对于即将受到入侵的神兽来说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有十二层灵虚存在 只要是虚静生灵 皆是可以进入其中 如此一来 萧炎若是能够寻找到 足够多的虚静生灵 那么就可以带一只 非常强大的虚静战力 回归神兽 只是不知晓 如何去寻找 更多这样的虚静生灵了 神兽一战了 可就算离开三十三界 也不可能带我前往神兽 无法通过世界之术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